河南开封基督民警接到案件线索 深入调查之后 挖出一个贩毒网络 犯罪嫌疑人层级较多 隐秘交易 案情复杂 警方历时一年 跨越千里 最终斩断了一条 辐射全国多地的贩毒链条 暴富的真相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开封是河南省省霞市 地处中原府地 黄河之滨 也是我国著名的八朝古都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全市下设五线五区 常住人口478万 其中城镇常住人口250万 2021年3月2日 开封警方接到开封市降服区 囚楼镇依村民举报 称村民刘某华 近期行为非常异常 刘某华是我们开封囚楼镇人 39岁 在云南宁昌做蔬菜生意 他之前在云南做的生意 并不是很好 没有钱 生意也经营得比较惨淡 忽然之间买了一辆百万级别的越野车 而且见过这人 从后备厢拿过大量的现金 因为按照我们正常人来讲 他需要一个过程 一步一步地来 但是这人并没有什么 特别可靠的经济来源 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特别可疑 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 感觉它可能会存在贩毒 电炸或从事境外赌博这些行业 我们把它的整个轨迹 人员信息和社会关系 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分析 经过研判和分析 我们发现刘某华 长期活动于耿马县的孟定镇边境县上 发现它有重大的贩毒险因 这样我们就对这个案件立案人场 同行的人 同住的人 看有几个和他有没有同乡 一起去云南的 可能有几个人 同时我们也发现 云南省宝山市公安局 也正在调查这一线索 2021年3月的时候 开尔风市公安局首先派了一组侦察员 前往云南省宝山市 与当地警方共同对这条线索进行深挖 到达云南后 工作组与宝山警方对接了前期侦察的情况 随即与宝山警方一起前往 是违法办理活动 河南云南两地警方联合办案后 我们又梳理出更多有价值的现作 刘某华平时在云南林仓市 耿马 带族 瓦族自治县的一个小区里居住 与他同居的是一名叫做穆某莲的女子 经常出入刘某华住处 还有我们前期调查得知的 与他同村的四个老乡 多条线索确定这是一个以刘某华为首 至少六人组成的贩毒团伙 然后我们就派员和宝山禁毒队 我们一起对刘某华的住宿的小区 还有同行的这些人员进行了捕控 经过几天的摸牌 我们基本掌握了刘某华等人 活动的地点和活动的规律 3月20日我们得到可靠线索反应 刘某华等人购买了一批毒品 准备再次进行贩卖 而且刘某华已经将一部分毒品 转运到他的住处 随即我们调取了刘某华住处的监控 发现他于3月19日上午9点多钟 将一麻袋疑似毒品的东西搬到了他的住处 并且在2021年3月20日下午的时候 他的同伙将要来刘某华的住处给他送另外一批毒品 我们为此开展布控 准备将刘某华和他的同伙一网打进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蹲守 3月20日下午6点多钟 刘某华的两个同伙 驾驶一台开封车牌的汽车 进入到刘某华的小区 同时刘某华下楼接应 我们怀疑他们是为了转移毒品 于是立即决定实施抓捕 一组侦察员首先控制住了刘某华 刘某华被抓获之后 情绪非常激动 大喊大叫 提醒他的同伙赶快逃跑 同伙 朱姆欣 王姆鹏听到刘某华的大喊大叫之后 随机准备逃跑 但是被另一组围上来的侦察员迅速控制住 刘某华三人被控制之后 侦察员立即对他们的车辆进行了搜查 我们在朱某欣 王某鹏驾驶的汽车 后备箱内搜查出两麻袋毒品 共计40包 毒品是用麻袋装着的 然后里面经过刘某华他们的包装 成为了观音王 就是茶叶袋的样式 多少钱你的钱 四十 四十 四十了 四十 四十 五官一头 看这里 嗯 那这十啊 直接拿就行了 经过搜查 刘某华的车内 后备箱 车座底 扶手箱等地方藏寅了大量现金 共计六十余万 一 二 三 四 四十 四十 搜查完车辆之后 我们押解刘某华上楼 对他的住处进行搜查 同时在他的住处将他的民友慕某莲一并抓获 刘某华上搜查哪个的 我 我不知道 啊 你又不知道吗 嗯 看看里面还有些什么东西 啊 刘某华和他的民友慕某莲 住住的是一个两室一厅 房子装修简单 但是随处可见的是散落着大量的现金和黄金首饰 你们两个厅长啊 现在 里面那两个编子袋是谁的东西 不知道 你呢 我说不在这里 啊 好 知道 我们在他们的客户内 搜查出两麻袋毒品 攻击六十包 我们依法扣押了搜查出来的毒品 沿途嫌疑人刘某华等人 一同押解至当地公安局 这个呢 这就是潮污的毒品 我们现在当着你们的面 这些毒品先称凉还有取消 回到当地公安机关后 我们将扣押的一百包毒品 当着嫌疑人刘某华等人的面进行称凉 打开包装毒品的黄色油纸后 里边装有三个蓝色的塑料袋 每个蓝色的塑料袋内装有十小包 红色片击状的毒品 经过乘凉 这一百包毒品总重近六十公斤 经过鉴定 这一批毒品内 均检出甲基奔明胺成分 属于病毒的一种 俗称马骨 这种毒品是红色颗粒状的 类似于我们平时感冒发烧时候 吃的那种小药片 特别的香 但是它里面含有病毒的成分 如果是人吸食了以后 会让人产生致患 上瘾 损伤人的大脑神经系统 3月21日上午 侦察员将刘孟华另外两名通伙 抓获归案 3月底 宝山警方将他们前期 侦察取得的证据 移交我去并案侦察 我们决定将刘孟华 等六名犯罪嫌疑人 以及涉案的毒品财物 押解会开分 因为路途遥远 我们制定了详细的押解方案 油恶局抽调了 50余名精干警力 派遣专车前往云南 执行压解任务 整区提案班 满圈里把这个职业人物 关照 历经2000多公里的长途压解 2021年4月2日 刘孟华等六名犯罪嫌疑人 以及涉案毒品财物 被安全押解会开分 刘孟华团府的规案 既是该案的突破 也是一个开始 侦察员意识到 该团府只是整个贩毒链铁的 一个中间环节 要想彻底截断这条毒品流通渠道 还需要继续追查 将他们押解回开封以后 我们梳理了他们的资金 包括名下的资产等一系列的侦察工作 经过我们的侦察 刘孟华以前是很少回河南开封的 但是在案发期间 刘孟华经常往返于云南 湖北 河南三地 发现他从2019年底 到2020年3月份 频繁往返于云南开封之间 每次回来的时候 要路过湖北 天门或者武汉 在那停一两天 然后再回到开封 刘孟华在湖北地区 并没有亲戚朋友 也没有生意往来 但是他每次回开封的时候 都要在湖北天门 做一个短暂的停留 我们据此分析 刘孟华团伙回家探亲 只是幌子 其真实目的是 在途中完成毒品交易 他们与下线街头的地点 应该就在湖北天门 我们继续对刘孟华等人 开展询问 同时 专案组也调取了 刘孟华等人在案发期间的 资金交易明细等证据 面对这些证据 刘孟华等人最终 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刘孟华供述他刚开始是帮朋友的忙 帮着朋友从云南往湖北天门带东西 刘孟华知道这是毒品 然后在高额的这个报酬下 刘孟华就答应将毒品从云南带到湖北 第一次交易结束后 刘孟华获得了高额的利益 是达到十余万元 刘孟华通过贩毒获得巨大利益后 他准备自己组织人员 从事贩毒活动 于是他救急了四名同乡 前往云南实施贩毒 此后经刘孟华女友 穆某连到牵线搭桥 刘孟华结识了另外一个女人 郭某酸 就此走上了贩毒道路 结此被抓获 刘孟华等人 曾六次通过郭某酸 购买冰毒片戒 93.6公斤 纠集同伙贩卖至虎尾 刘孟华等人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 在贩毒过程中 每次都是采用两台车 前车探路 后车带货 遇到突发情况 前车通知后车 后车及时绕路 以这种方式躲避检查 刘孟华还交代 他购买的毒品 大部分都卖给了 湖北天门一个贩毒团伙 这个贩毒团伙的人员很多 为首的是一个外号叫 老腿的大毒箱 老腿的手下有很多人 各有分工 刘孟华在湖北天门 接头了一个人叫虎子 但是这个虎子到底是谁 具体叫什么名字 他也不知道 然后我们就针对这个虎子 开展研判工作 后来发现一个叫刘某虎的人 跟刘永华描述的虎子 比较接近 经过刘某花的辨认 确定刘某虎就是 他在湖北天门 街头的一个老腿的马仔 虎子的身份的确定 就打开了我们 在湖北战场的一个缺口 他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包括他的上下线关系 我们一定要掌握清楚 行不行 包括他是周围这些人员 周围的人员 我看他设计的主要是在武汉活动 刘某虎辨认出来以后 我们就对刘某虎周边的人员 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研判 经过大量的工作 又发现了刘某 他们两个主要接下来 发现刘某华先后六次送货 至武汉和天门 在天门以后就找刘某虎 刘某交易 据刘某华交代 他在六次交易中 就见过一次老腿 老腿这人特别的神秘 与外界很少接触 刘某华在第五次交易时 因为当时对方带的资金不够 所以说才带刘某华 到老腿的武汉黄皮的窝点拿钱 当时老腿戴着帽子 刘某华始终没有看清 老腿的模样 很多人都缩定他 都跟他有练习 跟着老板有练习 但是在现在母亲来说 就是老板的知识身份 那么清 刘某华供出的老腿 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警方视线中 之前湖北多起涉毒案件 都与此人有关联 但老腿的身份不明 行踪不定 在警方的几次抓捕行动中 都侥幸逃脱了 我们在确认这个老腿的身份的时候 也是经过很长时间 因为他出行 住宿 都不用自己的真实身份 他身边的马仔 也不知道他的真名叫什么 经过调查 老腿的身边 随时跟着一名 绰号叫小东北的保镖 小东北身材健硕 负责保护老腿的安全 另外还负责照顾老腿的生活起居 我们就立即按照 刘沐华所说的 他建老腿的地方 派遣侦察员 前去开展侦察工作 然而 不知是刘沐华团伙 落网被嗅觉灵敏的老腿察觉 还是他经常变换窝点 在侦察员赶到 老腿位于黄皮的窝点前 老腿已经逃离了窝点 但是现场还有老腿生活过的痕迹 我们警方就对现场进行了提取 在这个时候有一名男子正好来到这里 见到我们警方在这个屋子里面就特别的害怕 他就假装敲别人的门 然后我们就由侦察员第一眼发现 这个就是小东北 当时我们具体姓名也清楚 就直接把他抓货 经过我们的审讯 我们得知这个人就是老腿身边的保镖 名叫薛某辉 这次他去房间里 主要是老腿给他打电话 让他取一些老腿未来的仪 取走的行李和物品 这东西谁的 这里面身份证啊 他们是谁的 我这 不打证啊 这是谁 假什么证 在这个薛某辉的身上 藏了特别多的身份证 据薛某辉交代 这些身份证有的是用于替老腿租房 其中有一张是老腿的真实身份证 老腿的真实身份叫刘某顺 是湖北省天门市人 今年有50岁 老腿这个人平时就比较神秘 反正他意识非常非常强 他出门就戴着棒球帽 戴着口罩 基本上很少正面和别人打交道 他从不住酒店 基本上就是租房子 一个小区就要租两三套房子 用来他藏医毒品 或者他临时换地方住 他非常警觉 经过薛某辉的公述 他又说出了一个老腿的新的藏医火点 四月四十晚上完了 我们把所有的警力调到某小区里面 进行了守候 外围在那个房子那个楼栋的楼前楼后 都要订牢 在晚上八点多 他的其中的一个马仔 孙木毛下楼去给他买吃的 刚出这个小区门被我们抓获 经对现场突使 他说刘某顺还在屋里面藏着 我们就是拿着他的钥匙 立即冲上去 你叫啥名 啊 说话 我们抓获刘某顺的时候 他是刚吸完毒 意识还处于那种比较迷离的状态 我手到神 我们在现场查获毒品2.84公斤 和吸毒工具若干 还有刘某顺用于作案的手机 十一步 对讲机七步 车载电台一步 手机是谁的 有不样的路 都出来 过来吃一下 谁的 我们在谁的 谁的 这路有无事 谁哥 谁哥那是吧 刘某顺到完以后 是对所有的事情拒不公输的 而且他否认一切 对我们前期调查的 他说他是没有参与过这些事情的 经过我们的侦查 我们发现刘某顺 有十几年的吸毒史 他年轻的时候吸毒 赌博 后期呢 为什么怎么样贩毒道路 他开了那个小赌场 然后别人来在那里赌博 然后他就提供毒品供别人吸食 从来以后呢 他慢慢走上这个 贩毒的一个道路 现在目前的这个 他这个主干堂伙 有十几个人 分工很明确 有负责借货的 有负责筹钱的 有负责销货的 具体之间相互不认识 甚至有的外号都不知道 叫什么名字 相互没有勾连 没有通联信息 基本上都是由 刘某顺 统一指挥 统一调配 后续经过我们的 警方的工作 又陆续将 其余的八名 犯罪嫌疑人 抓获桃案 刘某顺呢 就是我们的 这个案件的一号人物 他的桃案 又代表着这个案件的 一个关键性突破进展 刘某顺 下线重夺 他主要是从云南 从边境 进过来 大祸以后 然后他 分销给 各个层级的代理 然后这些人呢 再去往外边贩卖 整个网络也非常庞大 接下来我们就 在湖北的天门 武汉 金门 等地区 对刘某顺的 八十多个下线 进行了全面收网 我们召获这些 社督人员 年龄段 大概集中在 二十岁到五十岁之间 以男性居多 大部分都是 没有正当工作的 社会闲审人员 很多都是有 受处前科 刘某顺团伙成员 到案后 警方又得到线索 刘某华贩毒的上线 郭沐酸 藏医在云南省 临仓市 鸿马县 孟丁镇的 一个村庄内 于是 专案组在五月份 派遣了一组侦察员 再次前往云南 对郭沐酸实施抓捕 来来来 来 这里 专案刘某华呢 主要负责运输 从其中外 构进毒品 然后运输至湖北 天门 再由湖北 刘某顺为首的团伙 再往下分销繁卖 这个团伙呢 主要犯的毒品种类 是麻骨 老腿呢 卖到西渡人员手里 中间的这个利润 高达50倍 我们警方共抓获贩毒嫌疑人 116名 断掉了11个贩毒团伙 收缴毒品63.8公斤 茶匙毒品交易一辆 高达200多公斤 冻结涉案资金600余万元 本案的破获 对分布于湖北 河南 云南等 12个省 34个市的 多层级 多团伙 交叉的贩毒网络 实现了全链条大击 这个案件呢 主要意义呢 是我们 打掉了一个 由净宫外 通往云南 湖北 河南 以及全国各地的一个 大的贩毒通道 对减少毒品 对社会的危害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此案件贩毒数量巨大 涉案人员众多 分布广泛 涉案团伙 网络复杂 层级众多 且相互交叉 为侦破此案 我们投入了 大量的警力和精力 从立案 取得决定胜利 历持一年多的时间 在办案之初 就明确了 抓团伙 追毒员 断通道 查留相 彻查深查 一网大尽 在这里演绎观众 任何吸毒 贩毒行为 都是违法犯罪 绝不可以因贪图一时之力 铤而走险 害了自己 害了家庭 也害了他人 要保持对毒品犯罪的高度警惕 任何时候都不能麻痹大意 希望广大群众积极行动起来 一方面自觉抵制毒品 远离毒品 另一方面 主动参与到 禁毒斗争中来 积极检举 劫发毒品犯罪线索 打赢全民禁毒战争 请不吝点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